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度破7 这是过往两年以来 人民币第三度对美元汇率破7 而且在过去一个多礼拜的时间里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维持在7以上 所以很多人担心 这一波的人民币贬值会不会继续贬下去呢 要知道在过去两年最高峰的时候 一个美元可以折算7块3毛钱的人民币 而最低股的时候 一个美元只能折算6.3个人民币 所以很多人对未来一段时间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化摸不清头脑 而且对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而言 我们当然希望自己本币的币值越高越好 因为从长远看我们都清楚 一个国家本币的汇率 往往是跟它的经济基本面强弱有关的 按道理讲一定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强 它的本币的币值就应当越高 所以当人民币两年之内第三次汇率破期之后 很多人都对未来中国经济有所担心 那么本币币值和经济基本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未来人民币的走势将如何呢 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 为什么五月中旬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进一步贬值了 而且再度破期了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啊 美元都在走强 美元对全球主流货币的币值都在提升 这是有根本原因的 根本原因不在于美国经济基本面的强劲 而在于美联储不断自杀式的升息 这个问题我们跟大家探讨过很多次了 两年以来拜登政府荒腔走板的经济政策 已经使得美国内忧外患了 最关键的就是他印了几十万亿美钞 进入到美国这个经济体中 使得美国的通货膨胀爆起 那么为了抑制通货膨胀 美联储就得不断的加息 所以过去一年的时间里 美联储连续十次加息 把基准利率从零提升到了超过5%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啊 多少A股的上市公司 那么大资金的运作 一年都未必能有5%以上的收益 而今天在美国 你只要轻轻松松的把钱存到银行之中 你就能获得5%以上的收益 所以大量的资金从实体经济中被抽虑出来 进入到了美国的银行之中 当然有很多人说 前一阵子美国不是闹银行危机吗 不是有很多中小银行倒闭吗 不是有大量的人把钱取出来吗 是的呀 正是因为美联储不断的加息 导致很多中小银行遭遇到了危机 人们突然发现你惦记的是它的利息 它惦记的是你的本金 于是很多人意识到了 我把钱存在美国中小银行是很危险的 说不准哪一天这个银行倒闭了 我就血本无归了 所以美国出现这样一个奇异的景象 一方面银行利息在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小银行却吸纳不到贷款 很多人要把钱从中小银行中提出来 挤兑出来 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银行业的危机 当然由于利息太高 说实话对美国的工商企业也是很困难的 存款利息都高达5% 大家想一下贷款利息得高到什么状态 今天在美国房贷利率已经是我国快两倍了 这么高的利息谁都撑不住啊 但是反过来讲当美国不断加息之时啊 我国却处在一个降息通道之中 虽然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 LPR的利息都保持稳定没有下降 但是大家看看各大银行的存款利率低到什么状态了 今天你去找一个三年定期五年定期啊 人家连3%的利息都不能给你 哪个银行如果偶尔推出一个存款产品说利率超过3% 很多人都去抢啊 越来越多的银行在降息 不单降存款利息也降贷款利息 为什么 因为我国连续多个月啊 CPI指数连1%都没有 而美国同期是6%到9% 所以美国处于40年未有之大通胀之中 而我国很多经济学家担忧 我国未来有可能处于通缩之中 中美两国的经济是如此的冷热不同 那么当然由于利差的存在 就使得美元变得更加强势 尤其是哪怕知道不断加息会严重影响美国经济 上个月美联储还是选择了加息 中美之间货币的利差在不断的拉大 为什么过去一整年的时间里 美元对全球主流货币都在升值 这不就是因为美元在加息吗 你持有美元 你什么都不用做存到银行里 一年就有5个百分点以上的升值 而同期人民币你如果存在银行里 一年的话连2%的升值都没有 正是由于美元和人民币利率的不断扩大 所以才使得美元逐步走强 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度破期 但问题是这样的汇率变动 它代表的不是基本面 反而美国现在深受煎熬 一方面通货膨胀不断 另一方面加息加的银行业和实体经济危机不断 而反观我国 CPI常年保持在1%以下 所以物价相对是平稳的 猪肉价格汽油价格 多个民生物资价格 实际上在过去几个月都是成下行状态的 当然很多人也说 长期的CPI低于2% 这也不一定是个好事 这说明我们现在消费不振 经济很难迅速走出困境 但是我想对于大多数老百姓而言 我们恐怕是宁愿能接受物价保持平稳 甚至有所下降 也不愿意要美国那样价格涨到天上去吧 而且很显然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一个国家本币币值的下降 实际上是很有利于这个国家出口的 道理很简单 今天大多数国家做生意使用的还是美元 我们不管出口什么商品 我们收的都是美元 但是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降了 所以理论上讲 我们的出口企业可以少收一点美元 我们赚的人民币还是那么多 但是呢 我们相当于让利给消费者了 这会使得我国出口商品更具竞争率 所以今年第一季度 我们看到一方面越南出口压火了 越南的出口下降了快20%之多 而我国出口迎头赶上 虽然说还没有完全恢复到疫情之前 但是已经比2022年强太多了 尤其是今天我们出口的大量商品 已经不是低附加值的纺织品了 而是高附加值的汽车 光伏 铝电等产品 我们正在从一个出口大国 向出口强国转变 所以当此之时人民币汇率的下降对出口企业 那妥妥的都是好事啊 每下降一个百分点 那相当于出口企业就能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利润 短时间内的本币币值下降恐怕只是不利于要出国旅游 求学和工作的人们 但问题是经过三年的疫情 虽然我们的旅游业恢复了 但是大量中国人的思维早就发生了变化 外国的月亮并不都是圆的了 也没有太多的人非要在这个当口出国旅游和求学 所以一方面我们能节省大量的外汇 另一方面出国的人少了 那么人民币币值的些微贬损 实际上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造不成什么影响的 而且由于物价在过去几个月实际上一直处于下降的状态 那么这相当于人民币对内反而是升值的 但是当然我们从来就讲一个国家本币的币值啊 它根本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 在过去几个月我们逐渐摆脱了疫情的影响 各行各业已经从痛苦的三年疫情中走出来了 尤其是旅游业交通运输业餐饮业航空业酒店业 等这些备受疫情打击的企业在过去几个月逐渐焕发了升级 但我们也得意识到啊 这场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打击都是极为严重的 甚至有很多恶果现在才慢慢显现出来 尤其是最近几个月我们经常听到身边的人抱怨说 被企业裁员了被企业降薪了 刚毕业的大学生工作不好找了 这是什么原因 这就是因为经过疫情的影响 我国虽然CPI指数在降低 但是经济的火热程度也在降低 就像以往我们说的那样 大家不要觉得通货紧缩是个好事啊 通货紧缩的意思就是你不消费我也不消费 那么企业就赚不到钱 你都去存款我也都去存款 而银行收了大量存款 他放不出去银行的利润都要下跌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银行在疯狂的干两件事 第一不断的降息 以往很多银行的主营业务那就是要拦储啊 要找那种大客户把钱存过来 现在银行的钱实在太多了 他都不想让大家继续存款了 另一方面银行在疯狂的放贷 我觉得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每天至少得接三到五通电话 不是让你信用卡分期的 就是告诉你给你准备了一笔备用金可以随时取用 利息极低 是的 当经济活动慢慢冷却下来之后 大家都不消费 所以企业都不投资 大家都去存钱 所以银行急于放贷 过去几个月 我国经济虽然有了复苏的迹象 而且第一季度我们的经济成长率超过了4.5% 甚至国际上多个经济机构预测 今年全年我国经济成长将超过5% 比去年的3%高很多 但我们也得意识到一方面 这个复苏啊 它是有一定过程的 不会特别的迅速 现在我们正处于复苏的阵痛期 另一方面呢 其他国家现在也没有从泥闹中走出来啊 美国欧洲等国家现在经济一塌糊涂 美国是因为拜登荒腔走板的经济政策 欧洲是因为俄乌战争的影响 而这两大消费市场的牙火 也将给我们的经济复苏造成巨大的困难 所以如果我们的经济长时间不能迅速复苏 那么我们经济基本面不是太好的话 就会使得人民币的币值再一步贬损 讲到这儿我们就得说另一个新闻了 最近大家都看到了 4月份我国政府又出手增持了超过200亿的美债 很多人都说啊 咱们为什么要买美债啊 不是说美债上线马上就要到了吗 美债有可能违约了吗 买美债有可能有风险吗 全球很多国家都要去美元化吗 咱们这么讲吧 以前的节目中我们就说过 美债违约这是个假命题 这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为了政治斗争而创造出来的命题 而另一方面呢 美国还是这个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 你希望美国在一天之内倒下去 这是不现实的 尤其是今天全球经济一盘棋啊 我们出口那么多商品我们是卖给谁啊 你指望卖给非洲南美印度吗 当然我们要重视那些市场 但不可否认的是北美市场和欧洲市场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消费市场 我们大量的出口商品也是盯着这两大市场的 如果这两大市场同时哑活 那么对我们的出口也是重大打击啊 为什么今年第一季度越南出口崩盘式下跌 接近20%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的消费者手里没有钱了 所以他们要节衣缩食 他们要少买几件衣服 少买几个电子商品 直接导致越南出口不振 大国竞争是讲究斗耳不破的 尤其是今天全球虽然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日需紧张 但毕竟比冷战时期还要好得多啊 冷战时期苏美两大阵营是没有直接经济交往的 而今天不是这样啊 今天全球化还在日益加深啊 所以对于我们而言 我们寄希望在经济竞争中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强国 另一方面我们的目的也不是说要把美国彻底斗垮 让美债违约 让美元彻底失去世界货币的地位 让美国经济崩盘 如果那样的话 我们生产这些商品卖给谁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增持美债 一方面我们要使得我们超过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保值增值 另一方面我们也是给美国释放一个信号 经济活动从来不是零和博弈 共同携手 大家才能共同发财 对于我国出口业而言 我们实在是不想让西方消费者没有钱了 导致买不了我们的商品 所以在美债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我们还能出手增持美债 无疑也给了美债和美元信心 因此美元升值也就正常了 当然从长远上看 我觉得我国今年经济一定会强势复苏 那么到了今年下半年 人民币币值在强势恢复 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很多经济学家都预测 人民币币值未来和美元的兑换比例 应当长久的稳定在1比5到1比6 这才配得上我们的大国地位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 我们来看